2018年韩国乒乓球公开赛,中国女拼表现强势,四强中包揽三席,并且提前包揽冠亚军。 陈梦在半决赛延续了神勇表现以4比2击败刘诗文,从而挺进决赛。陈梦在这届赛是连克丁宁和刘诗文,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。24岁的陈梦迎来了蜕变的大好机会,如果他能在决赛中击败朱允玲,那么等于是一人挑落中国女拼前三号人物,这将是极为罕见的胜举。陈梦真的到了蜕变时节了吗? 陈梦去年末发力,在国际拼联总决赛,夺得了女单和女双冠军。2018年1月,他登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,成为王楠、张仪宁、郭月、刘诗文、郭燕、李小霞、丁宁、朱宇玲之后,第九位登顶世界第一宝座的中国女拼选手。 如今陈梦的世界排名第三,不过他又开始疯狂抢分了。在韩国公开赛上,陈梦连续击败了李嘉义,丁宁和郑一竞闯进了半决赛。 其中与丁宁的比赛,陈梦4比1获胜,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月份的卡塔尔公开赛上,陈梦也是以4比1击败了丁宁。 如今的陈梦俨然成为丁宁的一个苦主,陈梦也无惧刘诗文。 在韩国公开赛的半决赛,陈梦以4比2就减11,5到11,11-9,11-9,11-8,12比10战胜。 刘诗文,陈梦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,前两局都落败,但是他连胜4局完成了大逆转。 其中第6局,陈梦一度8比10落后,但是他竟然连得4分,以12比10胜出,从而挺进决赛。 能够在一届赛是连克丁宁和刘诗文,这当然是撩不起的成就。 陈梦的战斗还没有结束,决赛他将面对另一位中生贷选手朱宇玲。 陈梦能否强势到底,连胜中国女拼前3号球员,陈梦的技术已经算不错了,但过去他缺少霸气。 韩国公开赛是陈梦突破自我的一个契机,如果能强势夺冠,对他今后的运动生涯, 将有重大影响,今年的丁宁和刘诗文状态不佳,他们可是奥运冠军,但是女拼的竞争太激烈了。 现在陈梦和朱宇玲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,还有王曼玉在迅速成长。 2020年东京奥运会席位的竞争充满了悬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接规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